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吃到的大瓜基本来源于明星自爆 鉴于胡哥一直走留守单身路线 啥时候有的女朋友粉丝都浑然不知 更别提已经生了孩子 于是女方的信息便被网友连夜翻了个底朝天 女方名叫黄西宁 圈外人 原本是一名给明星化妆的普通化妆师 15年的时候成为胡哥身边的助理 关系才慢慢的密切起来 两人去年9月份结婚 按时间推算应当是凤子成婚 虽然胡哥瞒得密不透风 但是从他圈内明星好友的祝福中来看 似乎并不是什么秘密了 云红发文表示 恭喜新手爸妈上岗 闺女可是来治爹的呀 专治各种不服 唐音则以女儿的口吻发文 恭喜舅舅舅妈 叫姐姐可以陪妹们玩了 就在这两天 还有狗仔拍到 唐音的父亲抱着外孙女小小堂 来到胡哥老婆生产的医院探望 唐音和胡哥都住在上海 私交很是不错 刘诗诗虽然没赶上祝福 但是胡哥在两个月前采访时 主动提出想和刘诗诗 袁红再次合作 明显私下关系维持得不错 就连朋友宴工作室也在 胡哥生女全网催婚之后 通过工作室回应 不急 我们慢慢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先进组的友谊一如既往 唯独杨幂和他再也回不去了 二 先进之后 这些主演们多多少少都有过二搭三搭 柳诗诗和胡哥合作了《风中奇缘》 唐音和胡哥合作了《薛元界》 杨幂和霍建华合作了《驻梦情缘》 柳诗诗和霍建华合作了《女医名匪传》 唐音和霍建华合作了《金玉良缘》 唯独杨幂和胡哥再没合作过 哪怕杨幂和柳诗诗唐音都有过关系的冷冻期 但后来也经历了友情修复 可是胡哥和杨幂 面面上两人从没有过恩怨 更无处谈修复 回说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他俩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呢 2009年《仙剑森》播出 谁也没想到这部戏一举捧红了五位顶流 并长胜不衰 大概是年轻人年龄相仿 拍摄期间大家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流出来的片花中 大家笑场也好 打磕吧也好 吵吵闹闹 此场连接在一起 有场土灵珠的戏 莫名戳中了大家的笑血 来回恩基了多次 但看看大家的反应 霍建华柳诗诗埋头 胡哥笑得弯腰 而杨幂下一世的反应是看向胡哥 次次都是如此 人在大笑的时候会下一世看向自己喜欢的人 很多CP粉也从这部戏开始磕生磕死 也不怪粉丝脑补 后来唐人内部团结组织公司一人去埃及组团旅行 很多人都把这次旅行视为柳诗诗和杨幂闺蜜情的堂点 张张照片两人都黏在一起 紧接着贴着脸感情好到一出屏幕 尤其是两人闹掰的那段时间被许多粉丝翻烂了回忆 可若是看当年旅行的所有照片 杨幂紧挨着的还有另外一个对象 他就是胡哥 头靠在一起身体一微 完全不会像如今的娱乐圈一样避嫌 就连柳诗诗都说自己会叫杨幂嫂子 什么关系呢不言而喻 当时的社交平台也留下了不少朦胧印记 胡哥前一天读书有感 后一天杨幂也分享感悟 杨幂分享自己养的龙猫 胡哥第二天就发文 有人问我龙猫是不是猫 我怎么看都是只老鼠 开工当天 杨幂一突发了胃镜轮 当晚胡哥发文 胃痛的不是我 前台词 多希望是我 不敢明智关心 却在暗处互通着情感 没有广告 没有代笔 字字句句都记录了当时的隔空喊话 直到浓度过高 升到高空 渴望见光的一刻 砰的一声 炸掉了 三 这份隐晦的感情是什么时候被大众注意到的呢 先进播完的当年11月 杨幂发了一条动态 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胡来 胡哥的户 后来杨幂再从社交平台小唠叨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恋爱间小女人的感觉 她说 两个星座一样的人在一起 默契的时候默契 拧巴的时候拧巴 晓得是她和胡哥都是处女作 甚至连语言系统都同频共挠了一个 2010年7月份 蔡一农和余正开思 连带着杨幂拿柳诗诗当枪使的内幕 也被蔡一农抖落了出来 杨幂和柳诗诗的闺蜜行从此有了裂缝 而她和胡哥却彻底走向了拜拜 对此两个月之后 胡哥发了条动态 侧面回应自己是单身 还称自己丧失了谈恋爱的智慧和勇气 而且就在那段时间 胡哥还分享过自己和母亲包电话粥的日常 透露母亲对儿媳妇很挑剔 给自己介绍的对象都和高知女性一类呢 显然从小就被进入在娱乐圈的杨幂 不符合老胡家的标准 年末 胡哥和趴下发了一条动态 语气里满是抱怨 我不会爱了吗 如果明天去领证 你们会祝福我吗 我为什么会做艺人 妈妈你开心吗 与此同时杨幂的话风也全是困惑悲羞 直到2011年的1月份 两人再一次同云天发文 杨幂说自己心疼了 人累了心倦 胡哥说相遇时他说相见恨晚 分开时他说相爱恨早 言不由衷 会不当初 从来都没被承认过的关系也在各种隐秽中消散了 从那之后两人没在同框 更很少互动 时隔一年之后凭借功大伙的杨幂进了全新的赛道 感情上也有了新的选择 他和刘凯威主动选择了公开恋情 让那些曾经没有说出口的遗憾 不再重现 全网祝福除了胡哥 4 2014年杨幂和刘凯威结婚当天 胡哥破天荒地送上祝福 然后秒删 小糯米出生时 胡哥也转发了杨幂的动态 自称是小糯米的叔叔 可是自称是先见剧组娘家人的胡哥 对唐音和刘诗诗的孩子都是自称舅舅的 而他只能被小糯米叫叔叔 就连在颁奖典礼的后台上遇上了 两人也尽量地避嫌 胡哥和柳诗诗 云红坐在一起 霍建华也赶过来老友重聚 而杨幂却独自坐在了靠后的位置 霍建华去找杨幂寒暄 还是独自越过了人群 大家都知道他们别扭 也不敢谈为何而别扭 有好事的记者问过杨幂 后台看到胡哥有打招呼吗 杨幂笑得不自然 当然有都是好朋友 为什么不能愉快地聊天呢 话是这么说 可是往往下意识地回答 才是最真实的 比如在一次访谈活动中 主持人提前准备了几条网友的提问 其中有一条是说 什么时候可以和胡哥 再次合拍下一部古装剧 杨幂瞬间转过头说 酷狠 狠在何处呢 他和霍建华都再次合作过 怎么到了胡哥便狠了 是因为不想同台而狠吗 我们无从只想 直到2015年杨幂主演了电影《我是证人》 号召了半个娱乐圈的好友帮忙发文宣传 胡哥也选择了帮忙 今时不同往日 胡哥已经手握伪装者 狼牙榜两大优质爆款剧 坐稳了《终生》里的头把交椅 他一发文 他再一回应 以此玩笑打趣的口吻似乎回到了五年前 杨幂这才又顺势的将社交账号关注了胡哥 两大顶流的互动一举登上热搜 连带着过去的酸甜点滴也再次被扒皮 为了压平言语上的风波 也不想为杨幂的家庭带来困扰 胡哥特地的发文解释 朋友之间有联系很正常 纯粹的友谊 只怪故事版本太多掩盖了真相 是从始至终 他们只是朋友 胡 自从胡哥官宣结婚之后 他的历任女友各种情绪都被翻出来了 重新吃瓜 陪他一起度过春货最低点的薛佳宁 当初被胡哥妈妈嫌弃大儿子四岁的年龄差 怎么也不肯松口同意 哪怕他停工一年照顾他 哪怕他为他祈祷而改吃素 但他改变不了胡哥妈妈的态度 他是他真的很好 一句话将所有付出终结 换来一张好人卡 胡哥凭借着蓝牙榜大伙之后 有人再次采访到薛佳宁这位前女友 他只是笑笑地说 胡老师的戏我看了 特别为他高兴 他现在特别的火 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 如今薛佳宁已经戴发修行 龟一佛门和他在机场甜蜜喂食的江苏颖倒是娱乐圈中的高学历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又考取了英国高等院校的硕士 这应该达到胡哥妈妈的标准了吧 可是这段恋情依旧是没走到最后 只维持了一年 再次同台 两人中间还有隔着其他人 胡哥偷描他的几眼中也处处透露着心虚 有内部人员透露是胡哥误以为江苏颖找来狗仔 偷拍故意爆恋情 蹭他的咖位才分手 后来才搞清楚事情并非如此 他也被网友上扣上一个复心薄型的帽子 江苏颖也在分手四年之后在节目上做出回应 他说自己不想成为谁的附属品 或者是某某的女友 前面有一个名字 自己更要强大 这番回应也和当初胡哥误会他蹭咖的传言如出一辙 如今江苏颖也确实做到了不需要谁的前缀 只有杨幂在四十四飞中没再被提起 唯一一次在胡哥口中找到蛛丝马迹 还是早年间的访谈中 他亲口承认自己脚踏两条船的时候 特别难 很累 很内疚 很痛苦 而根据时间推算刚好是先见三期间 2019年胡哥妈妈去世 时隔三年胡哥也找到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黄欣宁 终归和胡哥妈妈选择儿徐的标准大相径庭 不是科学家 更不是不是后 只是毕业于福建厦门一个普通的职校 顺脂和文艺也没沾多少边 如果早知道这样的结果 胡哥母亲会不会早在十几年前松口 成就一段演艺圈的佳话呢 如胡哥所言 错过是很经常的事 有些人相遇不一定在对的时间 这些所谓的如果 谁又知道呢 儿子的宝宝 最后一天章 也有些人相遇不来 一属碜